枇杷树算得上是植物界中的一个另类 冬天,当百花凋谢,鲜树冬藏时 正是它枝繁叶茂,繁花盛开的时候 枇杷树的花期是十月至次年的二月 它的花量很大 在这个寒冷少花的季节给蜜蜂提供了蜜圆 枇杷花经过岩霜后才能流蜜 因此,味清香甜润,无杂味 为蜜中珍品,胜过广东的荔枝蜜 浙江的柑橘蜜,与东北的断树蜜齐名 枇杷果也是在三四月份成熟 这个季节正是各类水果青黄不结的时候 它味道甘美,形如黄杏 《本草纲目》中曾记载 枇杷乃何味酱气,清热解暑之佳品 枇杷叶更是大名鼎鼎 著名的川贝枇枇膏就是用它制成 枇杷叶胃苦,性微寒 将新鲜的枇杷叶摘下来 刷去背面的绒毛 切断后与枇杷花一起煮水 过滤后加入老冰糖和打成粉的川贝 大火收高即可 或者在收高前将老冰糖换成秋梨汁 做成秋梨川贝枇膏也是可以的 在这个干燥的季节用枇杷糕泡水喝再合适不过 现在正是枇杷花盛开 枝叶新鲜的季节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在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